农委会4月29号公布玉里镇西瓜及改两种芒果 今年度2月3月下旬 因为下雨造成迟发性的农业天然灾害 有达现金救助标准的农民 即日起到5月9号为止 可以前往玉里镇公所农业客来办理现金救助申请 光有过去西瓜园原有的绿油油嫩草都变成枯草一片 西瓜都长不大 甚至大一点的西瓜也都破掉了 这里是玉里三明地区的西瓜园 也是知名的黑女婿西瓜园区 农民跳出来摇头说 这些都生病了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惨况 如果有问题就我们农民就没有办法 因为一下子湿湿的下雨 一下子就是大洋湿就没有多久了 一直下雨一直下雨 那西瓜就是会怕下雨 跟那个季后不稳定 就西瓜就很惨 以前就是没有这样 没有遇到这样 有季后的关系 可是没有那么严重的像今年 5月份应该是西瓜的盛产季 但是玉里镇黑女婿西瓜 以及阿强西瓜果园近期 也都出现减产的情形 20号由县府的农业处 农粮署冬区分署 以及农业改良厂 共同现场勘查瓜果的生长情形 并判定是否因为气候影响 而造成减产以及损害 那我们收到第一时间通知之后 我们有请农改厂 还有农粮署的人一起来下来会刊 那今天会多看几个点 然后主要是要做全面的勘查 然后会再做一个讨论跟认定去做 看会不会达到一个救助的标准 不止西瓜受到波及 就连下雪芒果也遭殃 这次的会刊统整资料后 会再做后续讨论 而江工程表示 在多方专业意见的交流 以及会诊下 希望能够为农友带来最妥善的因应方式 维护农民的权益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